这一溜的东西都是您一天到晚带着的吗 是的 像这个奥运的标志 是当时赢奥运的时候我自己画的 这是奥运一年多 完成了以后就全民健身的标志 这个租出国门 后来就是保护环境地毯生活 刚刚我们看了 这个看过了 这个头盔都已经救得不成样子 这个已经不成样子了 但是现在 现在已经这一次从美国回来 已经有三个人送给我头盔 这是这个 还是我喜欢的 舍不得带 您这吃饭的盆这么大 这个盆就是这么大 你可挺能吃的 那是什么 您吃带鼠肉了 带鼠肉是我在澳大利亚 在最下边的中间那一带 是千里无人区 所谓千里无人区 真的没一家可以在那生存 所以那里我走过的时候 带的吃的 一千里至少十天吧 但是三四天以后我就没吃的了 这个时候没办法的时候 天无绝人之路啊 那个带鼠就在公路上被撞死了 所以这样 这个就是公路两侧 大约一百米二百米 都会有个带鼠的尸体 我有点好奇啊老爷子 你说 我看您表达能力特别好 你是一个特喜欢唠嗑的人对吧 那您在 习惯了 那您在那无人区 你跟谁唠啊 你跟带鼠唠吗 不闹也不寂寞 你不憋死吗会 不憋死 我看你不说会很难受 不难受 不难受 因为我的 我 很多人问我 你 你不寂寞吗 你不苦恼吗 我不苦恼 没有苦恼的 那一会儿都没有感觉 另外你是累吗 我不感觉累 因为我的思想 太远了 你精力怎么这么旺盛 您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帐篷行不行 行 那帐篷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用了多久 用了多久 这个也有两三年了嘛 你那个帐篷 因为它现在是单层嘛 有双层 但是那个质量确实不太好 而且特别是那个垫子 那样子 你就那样睡吗 我跟你讲 我先跟您介绍一下 它就是做帐篷的 它会赞助您十个帐篷 你们都要去非洲嘛 对不对 那个我刚才在下面 看到您的帐篷了 然后我让我的同事啊 特别快地散 送了一套装备过来了 我会给你拿上来 十套 十套 葡老师 没有问题 我觉得明年你去那个 去非洲嘛 你明年非洲的装备 我可以全部提前 帮您准备过来 我还可以给你 站住一个运动手表 葡老师 这样子 我们的酒店 还是需要人住的 不能被帐篷 把生意抢走得太多了 我是做酒店的 那么温度部酒店在全世界 我们有九千多间 你只要有需要的时候 就跟我打成招呼招呼 好吧 非洲我帮你定了 好吧 你要愿意住帐篷 就住他们斯凯勒的帐篷 愿意住酒店就住我们 最好的方式就是 带着他的帐篷去住酒店 老爷子 你别的困难 我们就这儿 这里又有一个 帮你解决困难的 别的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您那个健康问题 第一我们给您配个手表 您要是血压或者心率 稍微有点问题 我们后台能看得见 第二呢 如果您直接有什么健康问题 你就直接我给你 24小时热线 保健一在后台 你就说我哪儿不舒服了 我该怎么处理 他及时给你一个处理方案 这手表下台 我就跟您对接一下 你就拿一会儿就行了 大爷骑行了这么十几年 每一步行程 都是有自己的计划 他有手杖 这手杖就摆在你们的前面 来 大家帮个忙 帮我们展示一下 让我们一起看一个 大爷的手杖 一个40后的手杖 哇 这儿的用途 其实是为了展览 到各大城市 特别深会城市去展览 在人们看了以后 就是我会写游记 卖游记 赚楼费 就是通过这个展览 摆在地上 是很坚陋的 而且这种做法 没有前提 就是我自己想的 我其实挺佩服 这样的老人的 我觉得他的核心目标 就是把生命延续到 我们下期再见 就不及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